好 基本上这一次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大家都知道民众党在这次的立法院选举 是担任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但是最后了 包括他们的立法院长推出了黄珊珊 甚至在第二轮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不参与投票 这样的做法就被民营党说 是不是要来保送韩国瑜啊 那现在有传出了两个传闻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政党人士报说 民众党这样做 所以支持者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来保送民进党 当时柯文哲打了一通电话给民党的高层 要说服他们立法院长投给黄珊珊吧 如果你投给黄珊珊的话 我就会支持你这边绿营的人来担任副院长 那当时民进党因为两个原因就不接受 第一个是说民众党过去是信誉不良的 然后也传出说 他们跟国民党之间是有来交换这些招委的部分 那这个招委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民党是不是支持黄国昌 来担任司法委员会的招委 针对于这个传言呢 今天战狼小姐姐非常不高兴 她说你所有的电话都是日云打来的耶 那当时是你们告诉我说 你们有意愿投给黄珊珊 要民众党去支持副院长的蔡奇仓 那柯文哲直接回绝了 说新潮流是投不下去 她也遗憾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颠倒 是非黑白 立法院副院长投票还没结束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 和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 和蓝营立委洪梦凯三人聊得起劲 但不止副院长 民众党从院长自提人选黄珊珊 让立法院院长副院长都进到第二轮 民众党也都没现身 让国民党顺利取得龙头宝座 如今传出国民党支持黄国昌 担任司法法治委员会赵伟 作为保送韩国瑜成为立法院长的回礼 南白阵营全都否认 不过双方在国会正副龙头选举 并没有翻脸 被解读未来在立法院依然保有合作的可能 但不只蓝白要合作 在民众党推出黄珊珊角逐国会龙头后 绿营内部也传出 确实有极少数立委提议 或许可以支持黄珊珊 最后坚守立场 维持由蔡佩 更传出就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曾致电民进党高层 民众党则会力挺绿营新潮流的蔡其昌 担任副院长 显然有一些人还是不改这种放话的文化 这完全是在颠倒是非黑白 所有的电话都是从民进党这边打过来的 那柯文哲主席这边也很明确的回复他们说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协商 而且新潮流真的是投不下去 所以也明确的拒绝了这样子的提案 如今随着立法院新任龙头大势底定 拥有关键八席的民众党党团 未来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华市新闻金刚真正节陈建达24教组台北报导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